在这个时刻 我不用提什么问题了 你有什么就想说的就说吧 感谢的话 我认为还是非常多 感谢所有人 所有帮助我的人 再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浩哥他真的非常优秀 这个真是我心里面的实话 因为我想很多移动员 不会经历两届奥运会的亚军 第三届又重新勇敢站在这个赛场上 我认为他真的非常优秀 可能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最后没有打平没有并练 所以要争出这种一二名 尤其是乒乓球 所以在场上我们是对手 在场下我们是朋友是兄弟 非常这种敬畏他 然后我觉得对于一个大满贯运动员来说 留给你狂喜的时间也不多了 只有一天的时间 你必须要调整自己参加团体赛 对 因为这只是我们的第一站嘛 最重要的还是我认为 还是后天开始的团体赛 因为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 这种整体实力 我认为拿下团体金牌 是我最终的目标了 代表你看到这里 ingsiji湾一表 高兹 在 três地边 也像我 Very That ok 左右 天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